家人们晚上好 今天我给老公做的虎皮青椒 这道菜配着大米饭吃 老好吃了 老公说拿肉我都不给你换 来跟着视频接着往下看吧 今天我就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我自个种的青椒 清洗干净 插到头部 再用厨房纸给它插干上面的水分 再来拍一些算末 手机有电的家人们 又刷到我了吧 那么今天你就帮老妹点个双击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帮老妹点个赞呗 辛苦您了 谢谢您了 再准备一些豆豉 给它切成碎末 这个时候咱们来调料汁 空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香醋 少许盐 鸡精 白糖 三勺清水 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烧大豆焙油 加入青椒 用勺被实际按压 让青椒快速出现虎皮状 炒至青椒八成熟 盛出锅底留油 下入蒜末豆豉爆香 再下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倒入青椒 大火给它翻卖两下 装盘出锅 老公最近不爱吃饭 那么你就给他安排这一份下饭菜 最后别忘了帮老妹点个双击关注 谢谢你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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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